光复乡泰巴朗部落之新新建工程动土典礼 圆明会补助了4000万元 未来将提供部落长者照护、儿童客后照顾 还有幼儿竹与托育等多元的服务 预计在114年7月底可以完工 县长徐正位及圆明会主委一将拔洛 都特别到场参加了动土仪式 在部落头目的祈福仪式结束之后 紧接着县长徐正位、主委一将拔洛 乡长林清水等进行动土仪式 这是光复乡的泰巴朗部落之新新建工程的动土典礼 我想这也是未来获取承认之心 怎么样让他1234楼能够很好的 跟我们整个部落一起共同来使用 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将拔洛表示 去年的9月 光复乡长以及光复乡代表会 光复乡团队来到圆明会来拜会 特别关心泰巴朗部落之新的建设工程 经费短缺问题 所以在去年11月 圆明会就核定补助4000万元 为什么叫部落之新呢 就是我们希望 每一个部落里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呢 我们把最中心的地方 盖一个部落之新 所以也可以讲部落活动中心 而这项工程 圆明会核定的补助金额是4000万元 预计在114年的7月底就会完工 未来将会提供长者的照护 儿童客户照顾 以及幼儿的足语托育等等 多项的服务功能 记者高双双光复乡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rag设订阅